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雪一般的透白 眼睛也不是黑色 而是像宝石一样的蓝色 虽然白虎在我们眼中 已经算得上是珍稀物种了 但是还有一种老虎比白虎更稀少 我们只能在一些残存的资料中 获得一些关于它的生命足迹 阿祖也不卖关子 它就是蓝虎 也叫黑虎 黑蓝虎 它们的体色为浅黑色 并且略带灰蓝色 上面有着深黑色的条纹 由于数量实在太稀少 导致不少人都怀疑 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个世界上 那阿祖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它的故事吧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先点个赞支持一下 如果您认可阿祖的影片 那就点个订阅吧 谢谢啦 阿祖为了给大家呈现绝佳的视觉盛印 在经过废寝望时 不竭余力的努力下 终于收集了一些比较完整 关于蓝虎的传说记载 整理如下 首先 我国古籍中就有几则关于黑虎的记载 在我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中说 林黑虎也 第一部词典 《雅尔士寿》中 也有林黑虎的记载 以后又建于诸多古籍中 分布于湖北 河南 四川等地 而神话《风神演义》中的财神赵公明 他的坐骑 就是一只黑虎 在清末时 蓝虎被西方传教士 发现于北京西院 后向看守官员行贿 得到两张蓝黑色虎皮 被认为是皇家圈养的变异个体 但一直不能得到活体 随着迷路在中国灭绝 蓝虎的存在 也一直得不到承认 也有人说 蓝虎产于福建 并且曾经在1992年捕获过 在福建打过许多只虎的 卡德威尔写过一本书 便是以蓝虎命名 只不过后来再没有蓝虎相关的发现 以上种种虚拟的传奇故事 都给蓝虎的存在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那人类是如何发现蓝虎的足迹的呢 这里有几个比较真实的时间线 可以参考 首先是在1905年和1912年 有人在河北捕猎到蓝虎 而1951年 在北京蜜云 有人发现一对身形不大的蓝虎 1957年 还是在北京蜜云 又出现了神秘的蓝虎 目击者称 蓝虎身材健壮 浅黑色的毛皮上 有着深黑色的斑纹 总在夜间活动和捕食 据当地人讲述 因为山林里有了凶猛的蓝虎 就再也没有见过狼的踪影 可见蓝虎 威震山林 方圆十里 狼群都不敢靠近 不敢与蓝虎争抢食物资源 听到消息后的动物学家 谭邦杰就计划去蜜云 寻找并拍摄蓝虎 据了解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西利帕尔老虎保护区工作人员 发现两只成年的蓝虎 而2007年 西利帕尔老虎保护区 红外相机又拍到三只蓝虎 引起人们的轰动 之后也多次发现蓝虎的踪迹 而根据《太阳报》报道 2020年11月 一位摄影师 在西利帕尔老虎保护区 无意中拍摄到两只剑硕的蓝虎 摄影师照片中的蓝虎 身形与普通虎一样 但一身浓厚的黑色斑纹 让人无法忽视 背部的黑色最为集中 像泼了墨一样黑 身侧有黄色毛发相近 四肢黄色居多 而尾巴几乎是全黑的 额头上的黑纹也很浓 两只耳朵上的白斑 在黑色的映衬下更加明显 有点像两只大眼睛 单从体色上看 与我国历史记载的蓝虎 有些不太一样 截止目前 仅在西利帕尔老虎保护区 发现有蓝虎分布 而且仅有六只 据保护区监测 蓝虎不管白天黑夜 都会外出活动 但白天的状态十分悠闲 有时候卧地休息 慵懒得像一只猫 有时候四处游荡 不紧不慢的 像去度假似的 但到了夜晚 慵懒的大猫蓝虎 会化身为优秀的猎手 漆黑的体色 与漆黑的夜晚相融 当它们从林间飞快跑过 就像一抹鬼魅一般 神秘迅捷 蓝虎的主要食物 是野猪与野鹿 尤其喜欢多肉的野猪 有动物爱好者 曾记录下一段 蓝虎在夜晚追击一头 体重约300斤的野猪的剑纹 追踪到野猪之后 一击即中 但野猪毕竟皮糙热后难对付 用蛮力横冲直撞 想撞开蓝虎逃跑 蓝虎跳到一边 灵活避开野猪的冲撞 绕到野猪后面 从背后攻击野猪 缠斗了好一阵子 才将野猪拿下 饱餐一顿后 蓝虎在接下来的五天里 可以不进食 蓝虎慵懒的时候 看上去没啥威慑力 但在捕猎时 却表现得很强悍 敏捷 野性十足 战斗力很强 这时的蓝虎 无论见到什么食草动物 都会主动发起攻击 就连身上没多少肉的猴子 也不放过 西里帕尔保护区 生存的老虎是孟加拉虎 而生活在这里的蓝虎 正是孟加拉虎的变种 与白虎金虎一样 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之所以会变成黑色 与黑豹差不多 都是由皮肤或毛发中的 黑色素沉积严重形成的 由于人类活动 老虎的栖息地被破坏 地理上的隔阂 导致老虎种群互相孤立 基因上的交流十分有限 因此存在严重的近亲繁殖 继而容易造成基因突变 而在印度发现的蓝虎 都来自西里帕尔 这个地方的孟加拉虎 发生基因突变的概率高 属实让人惊叹 专家经过多方研究分析 大胆推测 在印度其他地区的老虎 都生活在森林与平原地带 地势较开阔 有充足的光照 而西里帕尔 则是亚热带丛林 植被相对比较茂盛 光线比较昏暗 所以生活在这里的蓝虎 拥有了较深的体色 更容易在丛林里隐蔽自己 在狩猎时 更容易伏击猎物 说白了 这还是老虎进化的结果 目前虽然证明了蓝虎的存在 但是它面临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方面 蓝虎因为稀少罕见 而被人追捧 然而对于它们本身来说 近亲繁殖出来的蓝虎后代 体型比普通的孟加拉虎略小 而且还存在其他问题 如抵抗力较低 自然寿命也没那么长 另一方面 由于蓝虎的稀有性 让一些不法分子 打起蓝虎的主意 它们在一些蓝虎 经常触摸的地方 埋伏袭击蓝虎 在保护区里 安装的红外相机 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蓝虎 但没想到 没拍到蓝虎 却拍摄到了偷猎者的身影 此外 动物学家发现 希利帕尔 有提类动物的数量在下降 从而导致蓝虎食物资源短缺 这势必会影响到蓝虎的生存 目前蓝虎已经处于 濒临灭绝的状态 本来就十分稀罕的动物 大家别说贱了 连真实的照片都找不到几张 所以地球上残留的蓝虎 是要比大熊猫还珍惜的动物 因此 阿祖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为了让我们的后代 能够亲眼目睹到蓝虎的真容 大家一定要尽力保护好 这种珍贵的动物 让它们得以在地球上 繁衍生息 不要试图去侵犯它们的领地 否则 不仅会加快它们灭绝的速度 而且老虎本身 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猛禽 很有可能对人类的生命 构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 遵循自然的规则 与动物之间相互不打扰 这样彼此才能相安无事 健康地成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 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 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